原住民族与戏剧竞赛花莲出赛日前 在原住民文化馆办理 代表新城乡参加家庭组的大鲁队 由原名所客员林云秋率领着家人们 参加家庭组的竞赛 同时也获得了14位评审委员的青睐 林云秋个人则是获得了最佳女主交奖的奖项 同时家庭组也获得了第一名 那么11月11号也将会代表花莲县 参加全国原住民族与竞赛的决赛 原住民族与戏剧竞赛出赛当中 新任乡则是有新任乡公署原名所客员林云秋 率领着他家人参加家庭组的竞赛 经过14位评审委员的一致认同 林云秋获得个人奖的最佳女主角 在家庭组的部分也获得第一名 新任乡公署葛秋夫 与推老师张玉珍 汉指导老师曾经一牧师 除了开心之外也肯定林云秋的努力 林云秋代表新城乡的家庭组的部分 非常的优秀 也表现得非常自然 也获得所有的评审里面的认同 所以他不仅得到个人的最佳女主角 也是最佳家庭奖的第一名 非常优秀 我们以你为总 谢谢 我就跟师母讲 老师说哇厉害 我以为她的妈妈会得奖 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今天在帮她的时候 我真的吓一声 但是我也相信到她 因为我们在背后看嘛 因为我们是指导嘛 我们在帮她们怎么样的时候 我就是啊一定有帮她 没有想到这些人很漂亮 所以没关系专演 下次我们再去台北的时候 只要她妈妈配搭得很好的话 没有问题 万万没有想到 为什么呢 因为总觉得差强人意 但是我很肯定的是云秋 她的主语讲得很棒 然后把小孩子教得很好 所以我想因为大家都讲得很好 所以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可以能够进军全国赛 现在下来会代表是上任以来 重视云住民族文化传承的事物 尤其云住民族语言是相当重要的 也是族群的核心价值 这次新南三公署 云住民事务所客源 林玉丘以身作者 也做好两行的典范 相当肯定自己同仁 对文化的坚持 以及传承的工作 公所也会持续支持 云住民各项事物 让文化能够代代相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